HELLO 大家好我是白丁 今天做还是要观众推荐叫我看一下的笔 这个店挺好的 我买笔还送我一个墨水 但墨水应该我就不打开了 那我先把它放一边 然后这支笔英雄9365 那我选了一个蓝色的 那还是赶紧先把它打开一下吧 是不是现在新的英雄的那个包装都是这样子的一个 就是有一个就是方便它包装嘛 然后有个贴 然后就给个塑料套 其实像这种包装还挺好的 但我比较想紫盒紫盒人回收 那塑料塑料的话比较不好回收 然后上面写着对啊 反正就各种的一个防伪的一个信息 好那上来我 这蓝色给力啊 这蓝色太美了 这我本身是蓝金控的 然后就是 就如果是知道我最喜欢的这一支的话 就知道 呃我我主要是买颜色的话 就选颜色基本上是蓝金 蓝金为主要嘛就是选那个就 比较多人买的那几个色吧 就是黑色白色那样的 好那一样的 那看一下啊 我平常用的几支笔 那基本上我用的尖都是比较大的 那首先看一下它这个的尺寸来讲 我个人觉得也是挺不错的 不会太粗也不会太细这样子 然后呢长长度来讲的话 好像做这么多支国产笔的时候吧 它长度基本上都是差不多的 就不会说 像那个呃怎么讲 欧比这个欧比好像这几支 你看长度差不多 国产的都到这里 那好像做了都快200支的情况下吧 那基本上也是 呃感觉怎么讲 那个套路感觉是非常明显的 那这样子那个 笔的话 首先笔尖的话 我觉得要拿一下这个200来多会比较好 对 呃看一下这个200的笔尖吧 然后就是看到那基本上是一个26号尖 因为百利金的笔尖是比平常的要稍微长一点点的 就你会看到整个型后面这段会特别长 如果正常的一个26号的话会像 现在这只英雄的一样就是稍微短一点的 那笔尖的话 无尼就是26了 这个应该没有什么的需要那个怎么讲的烤鸠的 好 那笔先收起来 有一个我想去对比一下 就是 capless的那个蓝色 哇 还是capless蓝色比较好看 虽然说价格不一样 但是呃 他做的也不差 其实英雄的这个 你看这个就有点像那种欧宝石那种宝石嘛 外面黑 然后中间亮 他这个其实也能做了就有一些的这个就也有做了一些的这样子一个效果 但是这个蓝我个人觉得有点亮了 但是如果说啊你喜欢亮一点的我觉得这只也挺不错的 哎呀这个这个漆面真的是我觉得应该整支笔如果是看的话那绝对就是这个漆面了 但这里的话也不会割锁这里 比较的话个人觉得一般般的 然后诶 这小白花 好吧好吧 这我当时买还没注意到小白花 然后啊这个就是不一样的白花 好 那那个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尺寸先吧 那看一下他这个把帽还有没有把帽的一个长度 呃 好 那个 000 OK 来看一下 好 137.58 然后再下来的话是 这个重量 那这支笔的话因为是金属感的笔那稍微 会比较重一点 好 30左右的一个重量 然后这样子 21 那 重量感来讲其实还算OK的 金属感来讲它不会太重 我个人个人觉得 好 然后再下来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笔的一个笔尖先就是把工具 该用的工具先做完了 然后我们再来看整支笔的一个就是不同的情况有没有品控等等的问题 好笔尖的话那能看到就是祥云 祥云文吧就有观众教过我这个就是 然后笔尖是一个双色浆非常的良心的一个作品啊 然后再下来上面的一个奥文来讲的话 其实 奥文做的还挺不错的 我拿一下那个 我手上报废的一个也不能说报废吧就是 等待我鸡尾的笔尖吧 这个是那个血肋的一个笔尖呢 那能看到 那能看到血肋的那个笔尖能看到吗 凹凸不平的 它上面那个压压花 然后英雄的压花还是很平的 那如果回去 对比一下对比一下这个万宝龙的 你看这个压花那相对来讲没有万宝龙那个那么细 因为万宝龙那个比较复杂嘛 但是它这个做的我觉得还是不错 可能是说压位没那么没那么深吧 但这个压出来你看就是相对来讲就这样对比 你看就这个质量就感觉没那么好了 就是因为正常我觉得就是这个压花的话 该这样子干干净净的这才像一个压花 好 然后再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笔尖了 笔尖的话应该也是国内的那个常规的一个打磨方 前面是平的呢 这个伊犁前面是平的啊 这个有点意思这个平的 然后啊前面还是斜的那还是写中文嘛 这里看斜的 然后这里的话也是一样 那顶部反而是平的 那不知道会不会有什么一个不一样的差别 因为平常看的都是比较圆的嘛 然后这个旁边的斜面对还是一样斜的 那这一边看 OK中锋是能看到一个中锋 那触摸应该是比较大的 但是从笔尖和笔舌的贴合 就主要就是影响一根笔的触摸 主要还是看那个笔尖和笔舌的那个贴合面 那如果贴合度没那么高 那触摸肯定比较大 贴合度比较高 那触摸肯定比较小 中锋呢是一个元素 但是没有说贴合面主要是现在看 没办法看得出来 还是得要上磨 然后很多时候每支笔就是 触摸的大小的话很看它的那个品控 品控好的那触摸就相对来讲稳定 那品控大佬那不用想的肯定是那个百乐嘛 好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这支笔 那笔顶来讲的话就是 有点像那个万宝龙的中东版本了 就是万宝龙中东版本有出一个五角星的 还有那个三角星的我记得是 然后就是因为他六角星是那个六芒星嘛 所以说就当时出了那两个的那个logo版本 然后这个笔的话暂时现在这么看 没有任何拖度的一个情况 比较的话我个人就觉得不是很配这个笔杆了 因为这个是很怎么说呢 拉米那种风格的话 然后用在这种漆面就是这种工艺处理上 我觉得两个不是特别的搭 然后这里写了一个英雄的logo 然后就是他这个的话反正挺聪明的 为什么这么讲呢 把logo放在这里 然后笔杆的话就是这样就一个套筒嘛 然后就再冠上这个键嘛 就前面金属的就应该是塑料吧 摸下不冰就金色的这个键的话 那这里的话等于说这里换在这里 那这里就是少了一个键了 如果你看平常的一个的话 他就是把这个键 然后跟这个键进行结合了 那这样子省一个键 模具上面又少一个 不然正常有一个这个边的话 你从这里看就知道他是在另外一个键这样子 好那就是该讲的 但是他这个漆面我个人觉得真的是不错 这个你看黑的白的真的很有宝石的那种感觉 笔尾的话就是很正常的 这里一下然后再收一下这样子 我觉得笔尾就没有什么特色了 然后再加一个加一个T级的话 主要是想显得他这个笔是比较怎么讲 啊比较细想显细的这样子一个感觉 整支笔感非常的平和 然后呢再下来 主要还是欺瞒电镀件的一个金色电镀件的话 我个人觉得好像百利金的这个就是这种淡淡一点金色 比较那个这个金色的话其实他跟接近黄金的那个金色 因为黄金的那个真正黄金的那个金色是很黄的 这个的话有点香槟金会比较好看一点 看这个然后看起来有点放银色的 那这个比较中性的金色我个人比较喜欢这个的话就太黄了 但是这样看的话那一远看那这个金色肯定是ok的 不知道是不是那个颜色搭配上的一个原因了 所以说度了一层不一样金色啊你看这个金色就不一样很光滑 然后这边的话你看就这个反光这边 那这个他也很金但是说有点不一样这个偏黄 这个的话就偏那个白一点那就是见仁见智的 所以说通常玩金色的话要特别小心 因为金色有很多种而且现在金色没有一个完整的偏通 就是完整的一个配配色标准 而且的话金色是属于说 它不属于颜色它是一个平滑的面金属面 然后加一个黄色这个就叫金色 就是在如果对一个色彩的理解上面来讲的话是这样子 好那大概就差不多这样了那比的话我觉得也是中规中矩了 那看一下这个刚刚往看一下这个比握 比握的话嗯看一下握最高的位置吧 9.2728这样子那握起来也ok 对我个人来讲还是再加个一mm会比较好一点 就一毫米然后整支笔的话 因为刚刚看了也就20克左右 其实这个重量真的挺不错的 就整个重量来讲的话控制非常好 那就这样讲的话就我觉得就七面 还有它的一个笔的配重笔那做的最好是两个这两个地方 笔尖的话我挺想试一下的 因为它这个是方头的像万宝龙的话 它第六代笔尖的话也是方头的也是这个就是 你们不带你们看前面也是偏平的这样子一个头 那个人是比较喜欢用这种这种头 因为用起来的话感觉会觉得 嗯比较适合就是说呃提高自己一个书写效率 因为正常的话如果是数据的话呃有时候还是还是需要用到笔物 这吸墨器给力啊这全全透明透明示范 但是示范器总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就是那种怎么讲清澈感 虽然说这个塑料我个人觉得不是太别透了 因为比较透的那种我找一下 这个是还没开封的Snyder 那这个对这个是比Snyder的稍微清澈一点的 当然我知道材料不一样的这个 嗯去拿一下摆热的吧 我最喜欢还是摆热的那个洗墨型 你看摆热这个清澈度就哦 然后这个光的锐利面那就啊没办法比这个 当然价价格当然差很多了这个说实话 好那一个继续然后再看看有什么 呃再下来看应该差不多了吧应该能对比的没有没有多少了 好那个上下墨先 哦还有这个清澈度啊对这个也差不多上面也没有什么的一个怎么讲 毛痕或者是说漆面不好的一个地方 然后上面的漆面的话你就没办法说就是要那种就是 呃塑料的那种非常锐利的那个面 这个漆面肯定做不到了 要做到的话基本上你那个价格格要起码得是那个南米奇 就是那一就并木起码得要那个等级的 做是很做到但是那个成本是非常高了 因为那个漆的话它本身是 它需要就是一层一层噴一层一层噴的话就是这个漆的颗粒感不能太明显 就是不能有很强的一个颗粒感 好那个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噴漆的功夫到不到位这样 好那个我先是写一下这一支笔啊这 评了这么多支笔这本子也写了差不多也差不多一大半了快写完了 不知道什么时候再换那个下一本那试写一下吧 然后这个比肩鞋感说实话滑顺度还可以 然后9365滑顺度其实还ok我照这样看的话 但是没有阻力感然后再下来我买的是F肩 然后这个出没也是非常顺 出细度的话也是我觉得是挺正常的一个出细度 然后这里轻轻的滑几下再重一点 滑几下然后有人要我压压尖我就压一下吧 差不多这样子吧压轻一点的轻和重其实差别不是非常大这样 然后还是一样写那两句话 出没感觉是偏大的 爬格子这样子看也没什么大问题 你看就这个写起来的话这个感觉是怎么样 看下能不能听见声音啊 那就是滑的话就不我觉得不是特别的话 但是不会感觉到色另外一个就是阻力感的话没有 因为你阻力感一定有点一个一种刮的感觉 或者一种就阻牢的那种那种感觉 这支笔也没有就是平反而就是怎么讲呢 跟弹比那种比的话它这个拿捏度就相对的一个不错了 但鞋感来讲我个人觉得就是正常花灰吧 然后就是没有到那个就是没有到那种就是印象很深刻那种鞋感 因为到现在为止的话鞋感上我个人觉得比较突出的还是那个万宝龙和百丽金 然后还有百乐就基本上是这三个就用了这么多支以后 因为那个鞋感你一用你就记得 而且你认得那个鞋感是它那个品牌的 好那一个原子比对比一下 你看它的一个0.5的话会比正常的一个原子比会粗一点 然后这个的话写一下 你看原也还是用的话还是原子比比较好用这说实话 钢比的话更多的还是一个情话为主的一个工具 毕竟不然的话原子比到现在也不会说一直就是一个主流了 毕竟真的是更符合一个现代人的一个习惯 好那能看到就是它会比较粗一点触摸比较大 那鞋感上我个人觉得一般般但是配重上的话感觉还是可以的 那主要的两个优点 一个是它的配重一个是它的漆面 现在感觉买笔吧 其实还没买之前的话就大概有一个心理准备大概是知道什么样的一个地步了 然后基本上唯独没办法知道就是那个鞋感了 好那今天的视频就先到这里了 然后有什么我漏脚麻烦帮我补充一下 那有什么问题可以下面留言给我 也可以那个交微信 然后把你拿到那个微信区里面 那就这样下次见拜拜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